她说她是无聊 厌倦的老恶魔 再越不会受到诱惑 她不承认 她就是我我 她就是我我 每个人都有代表自己 此时此刻或者是要献给大家的 但是小月因为从戏剧转战 到音乐圈 那么要怎么样快速选一首歌 让大家能够打开 来认识歌手凤小月的这扇门 专辑的第一首歌我很喜欢 叫《南瓜超人》 然后这首也是 专辑里面有三首歌的歌词 不是我写的 这是其中一首 这是李格蒂写的 然后 它的内容就是要 要歌唱 歌颂 缤纷地让自己的 可以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 你知道吗 然后也许歌曲的一开始 是从一个比较 比较上的地方开始 然后你会越唱越唱越 想要庆祝人生 然后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很想要庆祝 人生的一个生命阶段 这样子 就是 赞 所以我相信 Pocky Pocky 我相信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厉害 对 其中专辑也有一首歌叫做 《帽子宜的恶魔》 帽子宜的恶魔 欢迎 跳进誘惑的漩涡 其实我们很熟 而我说要先毁灭才能才能成作 只是把她说 欺负才不会再被诱惑 她假装不认识我 她从帽子里到处我就想逃出 一个笨蛋少年 她高兴到忘我 一点不啰嗦 在我叫不出房租的时候 还有心灵 鸡汤为我 她居然说她嫉妒我 她居然说她嫉妒我 因为我受不了诱惑 她说她是无聊 厌倦的老恶魔 再越不会受到诱惑 她不承认 她就是我 她就是我 我 我 睡好 我 我 也 我在